大家好,我是煌靈 N加倍馬上就要開了 這次帶來的影片就是 N加倍刷裝的一些小技巧 可以省下一點點的石頭 雖然可能不多啦 就是聊勝於無 好,那就直接進入正題 我這邊介紹一個網站給大家 那一樣,這個網站的網址我會貼在影片下方 這個網站怎麼用呢? 就是假設你要刷一個裝備 你可以點上面的裝備 然後呢,你再點一個裝備 然後你就可以看得到它那裡會掉 然後那個 地圖會有什麼副產物 這比較少,我們點一個別的 像假如現在要刷這個 那我到底要刷13-6,13-12,還是14-1 我就可以看這個副產物來做決定 那以這三關來說啦 我就只說這三關 這三關來說,這個元素之星還蠻缺的啦 那上面這一拖好像不怎麼缺的 所以優先就可能 優先刷這個14-1也不一定 不過也是要看它第二個跟第三個啦 就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那點裝備是一個辦法 還有一個方法是可以直接點人物 假設啦 約約不用升級 不過還沒關係,做個示範而已 假設我要刷這一件 然後他會要這三個東西 然後我就隨便點 那我就可以看得到 這些 裝備它哪個地圖會掉 主要是要看這些副產物啦 因為這副產物裡遊戲是不顯示的 所以這個裝備 這個網站還是蠻好用的 這個網站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你不知道哪個裝備會比較缺的話 有幾個辦法 就是 第一個就是我現在貼的這個網站 是另一個吧有做的 他 把 需要什麼裝備都列出來了 那 數量越高就表示用量越大 我們這邊隨便來砍一個 這個字有點小 我知道啦 大家到時候下載可以 自己去調整 這邊有一個1950的月之手鍊 就很缺 然後這個替身手環是也蠻缺的 要1600 這兩個裝備的話看到可以優先刷一下 好然後另外呢在刷裝的時候我建議啦就是 像就是同一種系列的角色不要一起刷 就是如果你有劍系啦坦克啦然後法系 就可以交換刷 交換刷的話呢你 現在假設你刷到沒裝 缺裝了你換一個刷 然後你就知道你等一下會缺什麼 如果你把 一個角色一次刷嘛 如果你先把所有坦克都刷嘛 那到時候 到時候呢那個副產物的部分可能就是你發現 其實剛剛是可以刷另一關的 那另一關會掉一個 用量很大的副產物 結果 你先把坦克 全部都刷完就發現 哎呀 剛剛選錯關卡 那就會有點虧啦 然後最後呢我這邊還有一個小 這個 這張圖也蠻有趣的喔 這個是 那個 對岸的玩家做的 這是日版 後續會缺的裝備 這幾件裝備 因為 掉落地點實在蠻少的 然後用量又很大 所以呢 後續如果有在玩日版的 就是那種工會 乞討 乞討的話 都是這幾件裝啦 所以這幾件裝如果 在那個 網站上看到是可以優先打 因為這些東西以後會缺 那這些東西呢 如果是在地下城看到 還是在麻納商店看到 也都可以考慮 要不要買 因為這個 還是要囤一下 不然的話之後會缺的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